寒谷开天辟地 很久很久以前 天和地还连在一起 世界一片混沌 就像一个大鸡蛋 巨人盘谷就睡在这个 大鸡蛋里 一万八千年之后 盘谷睡醒了 他想看看这个天地 于是他用在混沌中 找到的斧子 在天地之间 劈开了一条缝 轻飘飘的阳气 慢慢上升 变成了天 沉甸甸的阴气 抹下路 变成了地 天地分开之后 盘谷担心 他们会在河道一起 于是他用脚踏着地 用头撑起了天 每天地都会涨上一丈 天也会高上一丈 盘谷也随着天地的增长 而渐渐越涨越高大 就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 盘谷实在感到太累了 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轰的一声巨响 盘谷倒在地上 死去了 盘谷临死时 他呼出的气体 变成了风和云 他的声音 变成了隆隆的雷声 他的左眼 变成了太阳 右眼 变成了月亮 他的四肢与躯干 变成了五月明山 他的血液化为了江河 经脉变成了道路 他的肌肉与皮肤 变成了田地 他的头发和胡须 变成了天上的星形 他身上的毛发 变成了花草树木 他的牙齿和骨骼 变成了金属和石头 他的骨髓变成了珍珠与玉石 他身上的汗水 也变成了雨露与甘霖 盘谷 用他的身体 幻化了世界 万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娲造人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 天上有了太阳 月亮和星星 地上有了大山 河流与草木 可是却没有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广袤的大地上 出现了一个女神 她的名字叫做女娲 她长着人的脸 有着蛇的身体 传说 她一天中 能够变幻七十次 是个法力高强的大神 她觉得这个世界 太安静了 于是 就照着自己的样子 用黄土 或者水 捏了一个小泥娃娃 这个小泥娃娃一落地 就活了过来 对着女娲叫妈妈 女娲非常高兴 并叫这个小泥娃娃做 人 女娲十分满意她的作品 于是 开始日夜不停地 用黄土捏人 很快 这片土地 就热闹了起来 可是捏了许久 人还没能遍布大地 女娲就先感到了疲惫 于是 她拿起一根藤条 甩进了泥潭里 女娲一抽藤条 就带起了一串泥点子 每个泥点子 一路到地上 就出现了一个个 会叫 会跳的小人 长得和之前捏的 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 女娲造人的速度 就快多了 没多久 人类就布满了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人们被创造出来之后 每日都是白天耕地 晚上休息 女娲觉得这样的日子 有些太无聊了 于是出于怜悯 把甘露变成了酒 赐给了人们 人们喝了之后 觉得身体不再劳累 心情便愉悦了起来 后来 人们只要聚在一起 都会饮酒作乐 造完人之后 女娲想 人是会死的 如果他们都死了 那自己 岂不是还要继续捏捏人 如果自己 能教会他们 繁衍的方法 那他们 就可以世世代代 生活下去了 于是女娲 把小人 分成男人和女人 让他们配合起来 去创造后代 从那以后 人们 因为感谢女娲的功绩 把她当作主导婚姻 与繁衍的女神 并用她赐予的酒 把她供奉了起来 伏羲画挂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 广袤的大地上 出现了一对兄妹 妹妹叫女娲 哥哥 叫福西 他们俩 想结为夫妇 可是 又害怕上天责罚 于是 兄妹二人 来到了昆仑山 燃起了一堆火 问上天 如果 您同意我们结合 那请让烟 合在一起 如果 您不同意我们结合 那就让烟散开来 话音刚落 烟火聚拢不散 于是兄妹二人 结合成为了夫妻 女娲造人后不久 福西就成了人们的王 大自然 千变万化 人们不明白 为什么天会下雨 也会放晴 风 和雷 是怎么来的 水 和火 又是怎么出现的 于是 他们就去问福西 福西 也不明白 但是 他开始思考 福西站在山头上 仰头 钻研着星辰变幻 低头 观察着自然的规律 想要给这些变化 找一个理由 终于有一天 福西明白了 整个天地 都遵循着 阴阳平衡的规律 盘古 开天辟地 把唯一的世界 分成了阴 阳 两股力量 这两股力量 又分化成了四级变化 而四级变化 又演变出了八种自然力量 这八种力量量相对 影响着人世间的气候变化 而这八个力量 组成的图像 就叫做八卦 那么分别是 水与火 山与地 风与雷 天与泽 从那以后 人们就学会了用八卦 来推算天气变化 明白了 天为什么会下雨 风和雷 是怎么产生的 水和火 又是怎么出现的 从而 为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 做准备 贡公怒处 武洲山 水神贡公 一向与火神祝荣 关系不好 他们经常发生战争 有一次 贡公向火神发动进攻 带着兵将 来到了火神祝荣市 居住的光明宫 他召唤来了水 把光明宫四周 常年不息的神火 给浇灭了 大地顿时一片漆黑 电闪雷鸣 大雨飘泼 火神祝荣 架着他的坐骑 一只 电身冒着烈焰的火龙 出来门口迎战 所有他们路过的地方 都不再打雷下雨了 黑暗 也悄悄退去 大地 重现了光明 水神贡公 恼羞成怒 命令将士 把各个江河 湖海的水 都收集起来 往祝荣 他们那里倒去 煞时间 狂风 卷至巨浪 冲向了天空中的 祝荣 与火龙 神火 又被叫熄了 可是 大水一退 神火 又烧了起来 祝荣与火龙 又带着火焰 向公公袭来 公公被烧得焦头烂额 东倒西歪 只能率领水军 边战边退 逃回大海 他以为祝荣 遇到大海 肯定会知难而退 却没有想到 祝荣这次 下了必胜的决心 依旧冲了上来 火龙所到之处 海水向两边滚去 让开了一条大路 祝荣杀到了 公公面前 他只好硬着头皮 出来迎战 代表光明的火神 祝荣获得了全胜 公公被打败 无法再战 羞愧难当 狼狈地向天边逃去 公公一直逃到不周山 回头一看 祝荣又追上来了 公公又羞又愤 就一头向山腰撞去 轰隆隆一声巨响 布周山竟然给公公撞断了 布周山是一根 撑着天的大柱子 柱子一断 大半的天空就坍塌了下来 露出了一个大窟窿 地上也裂开了许多的缝 天因为没了支撑 向西北方向倾斜 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这里滑动 地向东南方向下陷 所有江河湖海的流水 都在这里汇集 一时间山林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天河也顺着窟窿倾泻而下 熊门的野兽随处可见 大地变成了人间炼狱 女娲捕天 自从公公撞倒了布周山 整个人间都落入了灾难 大火蔓延不息 洪水泛滥成灾 凶猛的野兽攻击起了人类 飞擒也抓走了老人和孩子 天上的窟窿黑洞洞的 从里面飞出来的黑龙 扑向了人类的村庄和城市 用它的獠牙撕扯着 所有能见到的活物 女娲看见自己创造的人类 受到这样的苦难 心疼不已 为了让人们再次回到平静的生活 女娲决定 修谷坍塌的天空 她挑选了各种颜色的石头 架起了火堆 用久久八十一天 将它们融化成香 接着她飞升上天 用炼旧的石浆 一点一点修补好了天 女娲为了抵挡汹涌的洪水 用大量卤草烧成的灰 堆积起来做成了大坝 为了不让天再塌下来 她找到了七身深海中 一只名叫熬的菊龟 砍断了她的四条土 并用它们再次撑起了天 她又杀死了残忍暴虐的黑龙 揪下了差点被吃掉的人们 天空被修好了 天地之间的柱子重新树立了起来 洪水也退去了 大地上恢复了平静 凶猛的鸟兽都死了 人类活了下来 女娲引导梳理了 因为灾难而变得混乱的 阴气和阳气 让它们回到了稳定的状态 四季也随之恢复了 人们又再次过上了安乐的生活 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 还是留下了痕迹 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 所以太阳 月亮和重星辰 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 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 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虽然女娲拯救了大地和人类 但是她却没有炫耀她的功绩 而是悄悄地隐居了起来 人们为了纪念她 在各地都建造了女娲庙 来感谢她对人类的付出 神州大地恢复了平静 而神与人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